由於蘇伊士運河佔全球貿易量12% 每50艘船之中有四分之一 大部分都是裝所謂的貨櫃的 所以現在長司奧卡在這個地方 對全球生產供應鏈 還有對原物料還有對運輸業的確造成影響 什麼影響呢 我們先看第一張圖 這是貨櫃每單價的成本 同比去年3月25號的時候 一個貨櫃不到2000美元 這個趨勢是非常非常的緩慢的成長 因為疫情的關係 但是在3月23號之後 也就是擱淺隔一天之後 它忽然漲得快10倍 為什麼 預期心理 再加上有許多的貨人停留在這地方 所以貨櫃的單價 基本上出現了這樣一個攀升 這第一位大家報告了 第二部分是什麼呢 原本走的是這條路線 叫做蘇伊士運河 我昨天說過 這本來是大英帝國的所謂的帝國生命線 現在大家要繞道 繞道為什麼結果呢 多3000公里 多3700公里 多7天 不過終點站是假設是新加坡 從路特丹走到新加坡要多 繞過好旺角 要多3700公里 要多7天 請問到新加坡沒有說終點站到日本 或者到上海 因為還要再加個10天 跟7天 請問這樣子的兩個成本加起來 會造什麼影響呢 第一個 過去三天以來 租用郵輪從中東到亞洲的航行費用 上漲了47% 達到220萬美元 歐洲的使用商宣稱 在俄羅斯租船 往得更遠 你要從那個什麼 列寧格勒 聖彼得堡 穿過菠蘿地海 更遠的航程嘛 然後經由北海 就是我昨天說的 穿越直布羅陀海峽走地中海 到亞洲的話 你成本要多25% 另外一個貿易商稱 亞洲大買家已經轉移了LNG的貨物 繞好旺角航行 增加15天的時間 45萬美元的這個成本 寶馬就是B&W說 木田每天有200萬的原油跟成品油 停滲在運河中 影響全球石油 將近2% 這邊差不多最好笑的地方是 一想到路特丹 我們會想到荷蘭的啤酒 海尼根 海尼根也告訴大家說 現階段 許多的海尼根的啤酒 供應鏈卡在船上 所以說為了對市場喊話 他說我們各地的經銷商還有存貨 請大家不要擔心 這就是另類的蝴蝶效應 所以說我們重上的所述 剛才晃哥說得很好 你看 布蘭特原油的期貨合約上漲 預期心理 海運油 飛機燃油 汽油的運送 成本還有單價都受到影響 其他的就是零售業 從衣服到鞋子 電子零件 健身器材 食物能源等等 這是外電我們做整理 這是商業面所造成的影響 但是由於蘇伊士運河 現在造成這樣一個效應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想那怎麼辦 一旦遇到戰爭或遇到天災人禍 這條樞紐被鎖起來的時候 可能就會造成巨大的衝擊 所以中國跟俄羅斯 因為現在氣候變遷 他們都在想一個新的替代方法 就是開發所謂的北方航線 從所謂的俄霍斯克海 穿過百令海 經過百令海峽 走北冰洋 一樣到路特丹 或是到西歐的話 可以少三萬海里 可以減少八到十二天 最主要部分什麼 不用經過馬六甲海峽 咽喉不會被美國跟西方所掐住 因為現在北大西洋 或是北冰洋 氣候變遷 很多冰熔掉了 夏天的航線是有辦法開通的 這是中國想出來的辦法 那為什麼中國 要去想這樣的辦法呢 這就是歷史上最有名的典故 日俄戰爭爆發的時候 我昨天說過 英國要鞏固它的海權 有任何人挑戰它 還會想辦法啟動它的外交政策 跟它的海軍去做所謂的因應 為了應付德國 還有俄國在太平洋的過倉 所以英國在1902年的時候 去拉攏日本簽訂了所謂英日同盟 結果發生什麼效果呢 1905年發生日俄戰爭 波羅的海艦隊奉命 要從歐洲持緣 在旅順的太平洋艦隊 如果走 蘇伊士運河的話 估計一百天就到得了 趕得及戰場 結果英國那時候拐蘇伊士運河 我不讓你通過 你是我認為的不友好國家 結果波羅的海艦隊 總共花了七個月 走了兩萬九千公里 因為隨時都還要加煤加油等等 等到戰場的時候 日本聯合艦隊的東鄉平泰郎 已經是以異代了 所以構成海戰史上最有名的大勝 叫日本海海戰 所以誰掐住了蘇伊士運河 就控制了經濟命脈 同時也控制了戰略命脈 最為大家報告的地方是 很有趣的地方是 全世界的網友看見台灣了 開始苦手 這個是王牌大間諜 其中一個變亂 他開拖車被卡在這地方 結果網友把苦手 把長榮海運放在這地方 這條場所 卡住了 鬥不了了 怎麼辦呢 要把故卡住了 這第一個苦手 第二個苦手不是什麼呢 這又是有趣的網友說 197年台灣退出聯合國的時候 向孤兒 但是呢 2021年發生長榮 長四輪事業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這就是網友對台灣的溫馨 頭頂戴的鳳梨 左邊有台積電 這個呢 這個台灣黑熊呢 同時呢 又拿著鮭魚 為什麼拿鮭魚呢 那最近鮭魚之亂 也遇上了這個呢 國際的舞台 所以戴鳳梨 自清台積電 然後呢 手裡拿的呢 這個長榮 這個貨輪 再加上呢 鮭魚 這是呢 第二個苦手 第三個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但有一個不一樣是啊 這個是啊 跟啊 川普拜登有意啊 角逐總統大選的 美國的這個參議員 桑德斯喔 桑德斯這張照片本是什麼呢 因為他本來啊 是在跟啊 拜登進行初選 後來他自己退出了嘛 但他受邀去參加 就此大典嘛 但是呢 他內心有點落寞嘛 看著他的對手 當上總統呢 所以我無奈嘛 所以說網友就說呢 現在遇到這件事情 能怎麼辦呢 我們就等待嘛 所以呢就拿呢 這個桑德斯等待的畫面 後面就是我們的長四輪 他在這裡幹嘛 在這裡發呆 打瞌睡 是 所以說呢 這三個有趣的 酷手的畫面呢 兩個都讓台灣 再度跃上世界舞台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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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